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玩 今天买的高压清洗机到货了 这个清洗机不是用来洗车的 而是用来洗空调和冰箱 冷净器的 带了个充电器 充电器输出电压21V 带了两块锂电池 21V的 18650 多大容量了不知道 两块电池一门一样 这些带了些小配件 这个是进水口的鼓励网 这个就是高压清洗枪了 据说不但能洗车还能打农药 一会儿咱们就去洗一个冰箱的冷净器 看看效果怎么样 电池安装上 看看能不能运转 现在电池安上了 打开开关 没问题 现在就出发 去给它清洗一下 散热不好 现在已经到了地方了 就是这个大保鲜柜 风冷的 上面是展台 功率特别大 压缩机是东北375的 这个大散热器 通管的 上面都被毛毛护住了 这个片很密 里边全是灰 灰多了以后散热不好 照射压缩机过着保护 制冷温度拉不下来 一会儿咱们就给它刷一下 现在就给它组装起来 现在刷特别干净 洗下来全是黑泥 直接打透了 整个片 穿透了 现在清洗效果才好吧 速度就是快 也不用插电 特别方便 清洗完以后 降温效果特别快 从渐渐30度 一会儿降到16度了 效果立竿见影了 大家觉得这个清洗机怎么样 有用过的朋友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一起探讨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